在《大藏經三寶感應躍躍錄》裡面 就有記載過一個故事 這是古印度發生的 當時印度有一位夫婦 太太是念佛的 但是她這個先生完全不接受佛法 每天都是過著造業的生活 所謂殺到迎望就 殺生 占便宜 講偏話 種種的 每天就是過著造業生活就對了 太太每天念佛 她也不跟 還是老樣子 那三年以後 某一天 突然 這位先生就過世了 但是去世了以後 她身體還有溫度 所以太太都不敢埋葬 結果沒有想到 五天過後 她竟然醒了過來 就斷氣了 五天又醒了過來 當時她是哭著跟她太太說 為什麼死而復生 她說 這是因為五天前斷氣的時候 其實那個時候真的是死掉了 但是她發現死了並不是一了白了 就死亡並不是結束 因為生前整天造業造罪 所以她死後自然墮到地獄裡面去 當時她是看到地獄裡面把他們這些罪人 放到一個鍋裡面去煮 就不只她一個人 她有看到其他的人一起在地獄裡面受罪 各位 你可以想像 這個有多恐怖嗎? 如果你想像不到 現場有些還沒有吃素的人 你就想 每次你把蝦 魚 雞肉 放到鍋裡面烤的情況 你就知道了 你就注意聽 那個肉煎炸的聲音死死死的 那就是下地獄的時候聽到的聲音了 當時這位印度人先生體會到的就是這樣 眼看 她是被人捉到油鍋裡面去煮的 結果怎麼樣呢? 突然記得太太平常念南無阿彌陀佛的事情 各位有沒有想想看 佛號就是這麼好 會讓人家危險的時候想到她 那一慌亂 一緊張 馬上嘴巴就喊出來南無阿彌陀佛 就這樣子臨時抱佛講的念佛 那有沒有用呢? 當然有用 所以想不到的是 一聲南無阿彌陀佛一喊 結果整個熱滾滾恐怖的地獄 瞬間就變成舒服的清涼池了 整個地上都是蓮花 當時在地獄 其他這些罪業眾生 全部當下被阿彌陀佛接到極樂世界 哇 各位 你看到 油鍋變蓮花 地獄變極樂世界 地獄的營羅王看到這種情況 就打算把這麼殊勝的事情告訴世間人 所以就讓這位先生死而復生 順便把一首祭語給帶回去 這首祭語就講到 若人造多罪 因堕地獄中 才聞彌陀明蒙火為清涼 就這樣 這位印度人先生 死了五天才復生 死了五天 重新活了過來 可以說 比基督教的耶穌還厲害啊 為什麼? 因為聽說 基督教的耶穌是死了三天復活 但是這位印度人先生死了五天復活 更久 而且是念了一句南無阿彌陀佛就做得到 所以各位 我們看看 這個故事 這個祭語好不好呢? 啊 真的太好了 一個人造業造罪 造了很多 本來是要做地獄的 結果一身南無阿彌陀佛 整個地獄都化解掉 罪人從地獄得勝淨土 那根據在哪裡呢? 就是今天觀經所學習到的 五逆十惡念佛的經文 這首祭語就是完全從 五逆十惡念佛的經文延伸出來的 我們看 當時這個先生和 墮地獄的其他眾生都不是好人 都不是好東西 是啊 好人怎麼會墮地獄呢? 就是 造業很多嘛 造業很重嘛 所以才墮到地獄裡面去 你看 原文是說 它是惡業延伸 就是這個印度人是以惡業鑽研自己 世間人喜歡土香水 鑽研自己 佛菩薩是以功德鑽研自己 但是這個印度人是專門以惡業來鑽研自己 他是以造業為光榮的人 就是這麼壞 所以才會墮落這麼恐怖的地獄 其他地獄眾生也是一樣 要不然也不會來到同樣的地方嘛 但是 就是臨時 貌貌然 嘴巴念出南無阿彌陀佛六個字 就把他們所有人的業障給化解掉 真的 記載就是一身南無阿彌陀佛而已 整個地獄馬上被轉化 阿彌陀佛馬上把他們從最苦的地獄 接到最美好的極樂世界 所以 阿彌陀佛說 五逆十二 念佛當下消夜 得生淨土 真的是不騙人的 五逆十二都可以 當然其他就更沒有問題 確實 你看剛才這些地獄罪業的眾生 真的從南無阿彌陀佛得到了立刻的利益 就是這樣 所以今天不管是我們要消夜障 還是要往生淨土 還是要為親人超度 全部念這句南無阿彌陀佛就對了 什麼樣的重罪 包括五逆十二的罪都能夠消 而且效果是立刻當下的 我們嘴巴念出南無阿彌陀佛的時候 罪當下就消了 好像我們敲鼓就對了 我們敲鼓一敲下去 聲音馬上就出來的 相同的 我們念南無阿彌陀佛的當下 罪立刻就消掉了 如果壽命沒有到的時候 念佛就消夜障 就好像剛才印度人就是這樣 消夜障 征服嚴壽 那如果壽命到的時候 就向其他的地獄眾生當下得生淨土 那有些人可能會問 就說 為什麼其他地獄眾生都去了極樂世界 但是這位印度人先生沒有去呢? 其實這種問題也不要問太多了 阿彌陀佛的安排 我們凡夫怎麼可能會明白呢? 不過 從推斷來看 可能是這位印度人先生的壽命還沒有到 他是因為年紀輕輕 造業太多 才暴斃 突然死掉的 所以現在業障削了 自然征服嚴壽 又或許 如果沒有讓這位印度人先生死而復活的話 我們現在又怎麼會知道 地獄曾經發生這麼殊勝的念佛感應呢? 是不是? 是啊 不過 阿彌陀佛這樣子安排真實的因緣是怎麼樣? 我們反复真的是很難理解全部的 既然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我們就接受就是 也不用問的太多 畢竟這是《大藏經》記載的古代真實公案來的 又不是我編的 還有《經典經句》作為證明 理事相應 當然就能夠講 就能夠信受了 所以念佛怎麼可能不殊勝呢? 是不相信 不接受 不念佛的人才會覺得不殊勝而已 真的信受念佛 像剛才這個印度人 其實他一開始也不是很信受啦 只是遇到危險 想到太太平常念佛 嘴巴跑出來佛號得到利益而已 你看 這樣子的人 就這樣子嘴巴念佛都能夠得到利益 所以不是不殊勝 只怕我們是不念佛而已 要不然有念佛的話 沒有一個人是不能得度的 NAMO AMITO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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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靠阿彌陀佛願力 人人念佛 人人往生 人人成佛 全佛 善導大師 善道大師 所開創的淨土宗 是中國佛教八大宗派中 影響最為廣大 持久 深遠的宗派 至今 已如海納百川 成為各宗 共同的歸宿 中文字幕——YK